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Dream Deck 那在美國的時候我就看到Stream Deck 那原本想要在美國買的 就是當作一個紀念品啦 結果發現它上面寫 Made in Taiwan 啊我去美國買一個Made in Taiwan的東西幹嘛 我就回台灣再買就好啦 而且還比較便宜 按起來有點軟Q 有點像薄膜鍵盤的那種觸感 那這個Stream Deck後面這個支架有 九段的高度可以讓你來做調整 那拍完開箱之後 我們已經默默使用這個Stream Deck三個多月 那我們就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Stream Deck 到底是什麼東東 到底推不推薦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東西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東西 就是你有了 不會讓你變得超強 變超厲害 它只是一個讓你節省時間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任何做的軟體任何事情 你其實不用Stream Deck都可以辦到 那你要用的那些Macro 你其實也有電腦的一些軟體 也可以執行一些Macro Macro就是執行一系列的 你需要叫它做的事情 可能是先開啟一個網頁啊 切換你的個人檔案啊 然後再開一個網頁 然後再貼上一個文字 然後打開一個網頁 然後把那個截圖 然後再轉換資料 各種就是一連串 你需要人去做一個反 反覆去執行一個東西 那你可以把它設成一個Macro 你就按開始 然後它就會幫你執行所有東西 那你不用Stream Deck就可以做這些東西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軟體都有辦法這樣子 那有Stream Deck呢 它只是一個讓你快速 開啟你想要的功能 或者是快速執行你要的軟體 或者是就是你假設有一個快捷鍵是Ctrl、Shift、G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射到某一個按鍵 那你就可以快速去按它 你不需要再去用滑鼠 然後去點那個 打開什麼上面的選單 然後再按 選單裡面的第四個選項 然後的第三個選項 我直接就是手伸過去就按 我可能更熟悉之後 我直接手摸就好 我連Stream Deck看都不用看 因為Stream Deck中間也有一個像是鍵盤的那個F 這樣凸出來 F跟什麼 F跟J啦 F跟J有凸出來的那個點 在正中間也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手摸 你就知道到底我要按哪些按鍵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延伸的鍵盤 讓你多出更多按鍵 就像數字鍵盤一樣 它就是 概念就跟數字鍵盤一樣 你沒有不會怎麼樣 你還是鍵盤上面有數字鍵盤嘛 但是你有了 你打數字是不是更快 你可以更直覺 而且你甚至是可以閉著眼睛 你可以直接 然後你就可以快速輸入 你想要輸入的東西 直接用腦袋去控制東西 而不是用眼睛去用那個滑鼠 再指 說我要這個設定 然後再先移到那邊 然後再去調整 然後下一個設定 我要再找那個滑鼠 然後再移到那邊 然後再做調整 就是一個省時間的概念啦 那我之前也有開箱這個東西叫做Torbox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那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其實有點像 只是這一個Torbox是 多了旋鈕啊 滑輪啊 滑軌啊 然後有方向鍵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輸入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軟體 適合可能旋鈕了 那你就有旋鈕 那適合有這種左右按鍵 然後有上一步下一步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 用你的想法 配置到這個Torbox 然後來增加你的效率 那那個 Stream Deck不太一樣的是 它有螢幕 有螢幕在上面 所以你上面的縮圖啊 那些全部都可以改變 那但是按鍵 按起來全部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 有旋鈕啊 它有新的一個版本是有旋鈕 但是它就沒有這麼多 可能像方向鍵啊 然後又有滑輪啊 然後又有上一步下一步 就沒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讓你用手可以碰到 就可能有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 那個Stream Deck上面的小螢幕 它上面寫說 可是在剪輯的時候 是什麼 Delete什麼東東啊 或者是你要加什麼 在直播的時候 你要轉換的時間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你有時候 還是要看一下 它上面到底寫什麼 就是你配置那個東西是什麼 但是像是Torbox 這個如果你用手 你是真的是 閉著眼睛就可以來控制 就是有點像是滑鼠的概念 你不會用滑鼠的時候 你還看著滑鼠在那裡 哦 我按左鍵 哦 我按右鍵 應該不會吧 你就是非常之間 你碰到滑鼠 你就不用再看滑鼠了 這個Torbox有點像是 另外一個滑鼠的概念 那那個Stream Deck 就是另外一個 你有時候還是要 稍微想一下 像是你鍵盤 你不是輸入一些 可能神奇的符號嗎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看一下說 哦 那一個 呃 警字號在哪裡 因為你不是天天都在用嘛 那你就要 哦 警字號 然後再看一下 然後再用組合按鍵去 就按那個警字號 所以我說Stream Deck 就有點像延伸的鍵盤 那我之前開箱 這個Torbox就是有點像 延伸的滑鼠 那這些擴充的東西 其實你要開始使用之前 不是說 啊 馬上插上去 就可以馬上使用 你還是要習慣一陣子 那我覺得Stream Deck很棒的就是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用戶 因為他已經 這麼久了嘛 那很多用戶已經幫你 做一個大概的雛形 假設你在用一個軟體 那可能有很多用戶 都在用那個軟體 那他們可能有一個預設 你就可以直接匯入 丟進來 套進來 啊 你不喜歡的 你再稍微微調 再改 那個快捷鍵之類的 那那些縮圖 超多人都幫你做好 像是我用 DaVinci Resolve 什麼Photoshop Illustrator 然後又有OBS 然後又有其他的軟體 全部都是有人幫你做好縮圖 所以你就只要拉 丟上去 然後他就有功能了 就不用在那裡 亂七八糟 你還要在那裡設定一些東西 就是設定會更簡單啦 那我買這個Stream Deck主要就是因為我在調色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功能需要用滑鼠點來點去點來點去 然後你才能再繼續來調色 就有點麻煩 因為你調一調 然後你又要再用滑鼠 然後再用調色盤 然後再用滑鼠 就我要再換來換去 那我可以用調色盤 然後我直接左手去碰我的Stream Deck 然後就可以切換像是我要不同的色輪 然後或是什麼幹嘛 我就不用再用滑鼠了 對 就可以減少使用滑鼠 因為滑鼠 你可能想說 用滑鼠其實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但真的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你還要 用眼睛去辨識說我的鼠標在哪裡 然後第二步驟 你要把這個鼠標 瞄準到你的按鍵在哪裡 然後你要按下去 然後你要這樣重複了 可能兩三個步驟 你才能打開你要的那個功能 那你如果 可以手直接伸過去按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 做出這些三四個步驟的東西 真的可以省非常非常多時間 這個 對 用了才知道 那如果你要購買Stream Deck 我會推薦給 你已經對你正在用的那個軟體 或者是你需要用的那些軟體 已經非常非常熟悉 也熟悉到你會一直點到 裡面深入的功能 就是什麼上面的選單 然後下拉 還要帶第四個選項的第三個選項 就是你會拉選單 就是上面功能選單出來 然後在點裡面的功能 然後你 或者是你已經設很多的什麼 組合快捷鍵 就是Ctrl、Shift、F8 然後什麼就是各種組合按鍵 你已經設了這麼多東西了 那我覺得這種人才適合買Stream Deck 或者是其他這種擴充的設備 那你如果對那個軟體根本就不熟 真的就是你聽到Stream Deck 就好像說你要直播 你就要買一個這個東西 結果你對那個OBS 或者是那些軟體根本就不熟 你根本不知道上面要設什麼 你只能按直播 然後要切換頁面這樣子嗎 那這樣子就有點太浪費耶 那你不如就直接用滑鼠去點你的OBS 還比較就省錢省事 OK那就是我們今天的Stream Deck開箱跟分享影片 然後可以按시고 appointment damit然後可以更多的相關影片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